太令人心痛了 江西九江一两岁女孩 已被14岁女孩扔下17楼丧命 母亲实名举报 5月30日 江西九江发生了一起 惨绝人寰的事件 女童的母亲拍摄视频哭诉 称自己2岁的女儿 5月26日下午 在小区楼下玩耍时 被小区内一个14岁的女孩不带走 然后带到17楼扔下 导致女童身亡 女童母亲在视频里 用手紧紧捏着身份证 不发抑郁 悲伤笼罩整个屏幕 镜头转向她时 只见她喉头滑动 试图忍住悲伤 但紧锁的眉头和眼泪 却抑制不住地掉落下来 事发后 她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但是这个女孩的年纪只有14岁 因此警方表示 对她的信息不能泄露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 未成年不应成为犯罪的挡箭牌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查明真相 严惩凶手 给女童的母亲 和所有关心此事的人一个交代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